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算命的方法有很多种 常见的有生肖八字 紫微斗数 姓名学 相学 解梦学等等 而这些方法中大家最热衷的还是相学算命 所以今天小编就主要为大家讲一下如何通过相学算命 首先大家应该知道相学算命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 通过相学算命时 大家主要需要从一个人的日常行为 相学体征这两个方面来看 具体划分下来 则是需要从一个人的威仪 敦重 精神 轻拙 头 颈 额 五月 三庭 五官 六府 腰背胸腐 手足 声音 心田 行局和五行等方面来看 我们知道了这个 那接下来就应该了解一下怎么从这些方面看命运 小编接下来为大家一一讲解 一 威仪 这里指的是人之形态 尊严可敬 威之威 同时权代表权也 必须有饱满有势 眼睛终终有神 代表此人精神抖擞 积极向上 如果再配秉美择习条例 公关能力 责任感 领导能力皆足 自然而然让人从内心发出尊敬 而非让人一见面就害怕的那种恐怖成威仪 它是人在日常生活中慢慢培养出来的 二 敦重与精神 敦重非只体胖或者过重 其意为有礼貌 忠厚 端庄 心善且气恋宏大之人 态度不虚不及 稳重 精气神饱满 处事有事有终 持久而不烦躁 才能服后 路后 若一副懒洋洋 无精打采的样子 当然成不了什么事也 尤其意要与眼睛要定 黑白有分明 炯炯有神为上 衣食无缺 物质丰足 为之富 精神愉悦 称之贵 若相貌上少了威仪 敦重及精神 则就难言富贵 纵使游也难吃长久 三 清拙 与后山林格外清楚 为之轻 魂不守舍 为之拙 人胖并非拙 瘦亦非轻 这与长相 身材没有一定关系 眉毛秀气 根根见底 又排列整洁 为之轻 眉毛散乱 断缺 为之拙 若浓眉者建议可用水疏眉 使其平顺 或者适度修眉 可增加财运 相识中也有着中轻 轻中着之分 轻中着指的是先天父母给予 而自己后天没努力 即珍惜 已导致遭近浪费 成功无望 着中轻指的是 虽然无祖阴 主事有行善积德 终至成功 假如眼拙有无神者 健康级事业就会有诸多不慎 困难重重 故建议不要太懒散 或多或少能改善一些 四 额头 头为以身之尊 似之之王 因此像术中一般从头而论 源头之人个性乐观 积极 智力发达 思想高尚 处事圆润 思想交易变通 方头之人便面俱到 中规中矩 能成就一番事业 头顶高突 不露骨 在家声音皆是有力 鼻子高 其地位尊崇 平头之人 头顶平平的 属浮瘦绵长之相 扁头之人 后脑平平的 属年少 辛劳之相 头尖之人 成就较为受限 头小而眉睛打彩之人 身心与受影响 自行轻不足 健康不佳 额头代表智慧 思考 事业 机缘及掌声关系 故额头宽广之人 其人荣华富贵 只机会较大 额头塌 低线 乱纹 断纹 伤痕 痣 斑 发际乱者 其际遇较不佳 所谓挫折就较多 额头宽广美 代表智慧 女人若此相 因其反应能力快 能力太强 容易压抑丈夫 古代人为客夫之相 故女人额头宽广美者 以多修身养性为佳 夫妻共处之道 以多包容 若要知其行运 寄予如何 总观额头亦要再配五官之行 忌 神 才可精断论之 五 五月及三庭 五月为脸之五个部位 分别是鼻子代表领导能力 若鼻子高无犬骨 为孤风无缘 凡事靠自己亲力亲为 左犬骨 右犬骨皆代表平背人际关系之对待 前额再代表长上关系 女性之丈夫 事业 下巴代表老运 财运 财酷 家庭关系 耳朵代表一个人的福气 上庭美之立家 中庭人际关系家 下庭美则代表子女可成绩事业 财运 婚姻生活也较稳定 故一个人五月饱满平顺 则可在事业 婚姻 财富上也能丰厚 具足 若再加上三庭均匀等左右又平衡 气色加红润 则主一辈子平顺 医生较一时五缺 六 五官六府 一个人的五官指的是眉毛 眼睛 鼻子 嘴巴 耳朵 男人的眉毛一宽 女人眉毛一弯 且要整洁 根根见底 眉毛与眼睛的距离物过太接近 否则其人个性较为急躁直接 眼睛已黑白分明 眼正者心正 眼邪者心邪 眼善者心善 眼恶者心恶 如眼睛犀利有神韵 却不满红血丝者 亦有意外之事发生 形式已小心注意 至于会发何种之意外 则就要搭配在其五官六府之行 气 神 而论之 鼻子外形已直挺有肉 左右鼻翼肉有均匀 上层平阔 应堂 从身根至鼻子准头 要呈一气呵成之事为最佳 大小不可过大 或者小一配五官之力比例 适中为主 一个人若脸大鼻子小 其个性懦弱自卑 而鼻翼大小不一者 个性好投气取巧 若鼻子歪斜 则心术不正 家庭事业亦受影响 而健康则亦有筋骨方面的问题 至于心术用在何方 是好是坏 则就要看鼻子之歪斜之位 行再以配其五官六府之行 气 神 而论之 嘴巴要大 要方 端后红润 嘴角微微向上 如杨月温宫 二纯后不适中 人中深 名 常者 主老孕家 既腾蛇入口 主其肠胃方面 以小心留意 人际关系 甚防口舌是非之问题 耳朵手中轮廓分明 光鲜红润鲜明 一后不一搏 尤其以戴耳朱更好 中年后 耳朵让长毛 称之瘦毛 代表健康之相 耳朵之外形 若大小不一 太低 耳有缺角 不美者 即少年不利 六亲难以依靠 如耳朵往后贴者 心肠较软 好商量 耳朵如招风耳者 耳根倾台 亦受人影响 改变心意 但要再配其五官之行 戏 神 才可精断之 六腹指额头 拳骨 嘴巴之左右两边 六腹高强者 其一生之福气 财富气 富足无缺也 额头之左右两边 为上二腹 代表长上关系 楼上邻居 拳骨之左右两边 为中二腹 代表朋友 平辈 同事 左邻右舍之邻居 嘴巴之左右两边称 下二腹 代表部署 家庭 楼下之邻居 七 腰 背 胸 腹 肩 肩 论相不单指的是 首相或者面相也 构成人的条件 也并非手与脸 而全身皆是 而且比例 很重要 常言道 相不独论 请示着回忆 四十五十年前的人 都任劳任怨 不满责任感 心肛云 不问收获 而下年轻人 却呈反比 总希望 钱多事少 离家境 工作轻松 大于高 偶尔混水 又摸鱼 压力责任 不必谈 抗压性 越来越差 其相也 越来越薄 肩要平后 才能承担责任 而现代年轻人 较无肩膀 也成为薄相 通常 男人若无肩膀 到老者 贫苦 清寒居多 有背无腰者 先服后苦 有腰无背者 苦尽甘来 胸阔气两大 钱财容易聚 发达快速 所以为人 宜多有包容心 胸若短 窄 狭小 气凉小 福禄自然少 其人成就不大 欲带还腰者 富贵长寿 但又既太软下垂 以肉肩皮后为佳 另外 臀部 屁股 在相学中 也非常的重要 所谓 少年无臀 找事难成 老来无臀 凄凉寂寞 肥人无臀 有妻无子 寿人无臀 多学少成 体肠无臀 老无结果 身肠无臀 难年发达 女人无臀 仔细困难 由此可知 屁股在相学中 所占的重要分量 八 首相族相 掌中乾坤又分为八卦方位 前属金代表西北方位 对属金代表西方 离属火代表南方 正属木代表东方 迅属木东南方位 堪属水代表北方 更属土代表东北方位 坤属土代表西南方位 在为人看首相的第一时间点 当对方伸出手给宁时 以略之一二 手指紧和满满伸出手者 属于谨慎细心的人 直接伸过来 指锋又开 属大而化之行之人 手文宜身 名 技杂乱 有志 班 班点等 通常文路向上者为家 向下者为差 大拇指主父母 食指主兄弟 中指主自己 包括事业婚姻 无名指主妻妾配偶 小指主子西 手上有疤痕者 主外来因素 手上有志 主自己造成 无指奉全开 六亲缘浅 需靠自己双手打天下 白手起家 中指与食指交开 兄弟朋友助力不大 中指与无名指 指头部分若分开 主夫妻感情不太融洽 无名指与小指若分开 主微较为子女操劳 食指比无名指长 自我意识强烈 喜欢掌权 无名指比食指长 耐心较不足 个性直接 通常略带犯小人 若能力过强 已遭忌妒 小指较长 老运好 子女容易出人头地 手指六指之人 一生荣贵较难险 长药细嫩风龙 且后或者手软如棉为佳 女人长如干江 帮夫亲家 至于足相 应配合身材比例适中为主 过大过小皆不宜 脚小而后主腹 脚大又薄主剑 脚底有文英子孙 无文则主评剑 路脚跟不着地之人 功于心计 个性上较为自私自利 不问过程 只论结果 自己好就好 属于不宜亲近之人 以上也需参考 五官等特性而论之 九 心田与声音 观心向使之需要 长时间的经验积累 及日常生活中去印证 涵盖人的生活举止 而在面相上 仅需要看眼睛即可 眼睛代表其人内心 所散发出来的讯息 可掀盖分为二 眼睛黑白分明者 唯心正之 眼睛浑浊 不敢正视之 属心不正之人 眼睛时常向上看者骄傲 眼睛向下看者 自卑多疑 但一定要配五官官之 才能精确 相不独论 单一不成相 人与人之间 也需要相辅相成 眼神漂浮不定 邪视者皆非善相 心善之人通常会在 眉尾上方 以及眼睛下方 俗称卧残部分 出现黄润微红的气色 另外眼睛又分 红眼 黄眼 凸眼 三角眼 青眼 上三百眼 下三百眼 细长眼 雌雄眼 斗鸡眼等等 相书曾云 未官相貌 先官心田 有相无心相 从心灭 有心无相生 相从心生 故心生万相 行善积德 有舍 才有德 声音略分为二 声音皆是有力 清楚 响亮为佳 声音细 声音细小 声音散 声音服 声音无力 较为不佳 声音有力 抵抗力也强 声音无力 体质较差 抵抗力较差 当然声音仍需配五官之行 弃 神官之而论 如声音有力 皮肤黑 皮肤高者 酒量好 若声音无力 鼻子低 皮肤白褶 喝醉会哭闹 十 行局五语五行 古代相法中以动物形象来论人之吉凶 龙行 凤行 虎行 狮行 狮行 鹤行等代表吉象 而狗行 鸭行 鼠行 牛行 猪行等代表坏象 是否就如中国人之信仰龙凤成祥 龙者高深莫测 虎诗者具有威严 亦或是吃苦刻苦者像牛 一副懒羊羊肥猪者叫猪 而乌鸦不吉象 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也就不得而知 就如古人相书上说 猪耳 鱼嘴 老鼠眼 龙眉 狮鼻等 知名称语形容词 让现代人难以参透玄机 只能物理看花 不得圣洁 五行所指的是 木 火 土 金 水 在命理中有相生有相克之论 岂非真的是相生为好 相克就为继吗 只应对五行之生克之道不够了解 所谓万物生生不息 就如同食品炼一般缓缓相扣 在五行中生我者为我付出 克我者为我雕塑要求 也就如同教育所言 需要爱的教育也需要铁的纪律来辅佐 缺一不可 首相中分为五行首 面相中也有分五行人 如木相代表正直之人 火相代表礼貌之人 土相代表诚信之人 金相代表义气之人 水相代表智慧之人 但纯五行之人毕竟较为少 应和各方面参考考虑 物太过牵强附会才能有所精进 知识需要用心体会 才能变成自己的智慧 有智慧者才能分辨善恶邪正 有谦虚者才能造就美满人生 滴水之河 利米成罗 物以善小而不为 物以恶小而为之 相由心生 心随进转 符须自己造 懂得相学 是能够让大家的人生道路更为开阔 只要在你我心中多存一份感恩 多加一份满足 再添一份包容 康中大道 便为你我而开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编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编会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迷你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